2018赛季ATP赛季已经落幕,飞料的三巨头包揽了四大满贯的冠军,斯维列夫·联克贝德勒与德约科维奇称霸年终总决赛,年终第一的排名归属于德约科维奇。 虽然已经不在陪伴纳达尔旅行参赛,但托尼纳达尔依旧非常关注男子网坛,他在给西班牙媒体的专栏中表示,贝德勒将很难再赢大满贯,瑞士天王贝德勒已经年满37岁,整个2018赛季,他一共拿到了四座冠军,其中就包括了年初大王锦标。 当时他在决赛中级战舞盘战胜了西里奇,创纪录夺得了个人的第二十座大满贯奖杯。 但是在托尼纳达尔的年中,这座二万冠军可能会是贝德勒之夜生涯的最后一座大满贯,因为他觉得瑞士人的身体已经很难再支撑连续的五盘分胜值的大满贯比赛。 我不太确定2019赛季,我们能期望些什么,但看起来贝德勒很难再拿到大满贯冠军了。 托尼纳达尔在西班牙媒体二配的专栏中写道,我并没有怀疑他的打法,只是觉得五盘三胜的赛质,对他来说太困难了。 这并不是托尼纳达尔第一次看衰贝德勒,此前他就发表过瑞士人将不能再躲大满贯的言论,而这一次托尼叔叔自然也没有把话说辞,我必须要承认,之前我在其他场合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贝德勒的表现一直都很让我感到吃惊。 对于自己的侄子纳达尔,托尼叔叔表示,法网夺冠之后,他的赛季前景本来一片大好,非常有希望蝉联年终第一,但是伤病的影响再度成为噩梦,不过对于纳达尔下赛季的完全康复,托尼叔叔表示很有信心,德约科维奇的强势复苏无疑是2018年最励志的故事,托尼纳达尔对此也表示赞同。 德约科维奇在2018年的复苏会被人铭记,他已经回到了我们之前熟悉的水准,托尼叔叔写道,之前读过我专来的读者们肯定知道,对于德约科维奇能否重返巅峰的问题,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 展望两个月之后的2019赛季,托尼叔叔直言纳达尔与德约科维奇的争夺,将依旧是主旋律。 诞称霸总决赛的斯维列夫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将引领新生代调整传统剧头们的霸权。 伦敦总决赛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崛起,托尼叔叔写道,即将到来的2019赛季,我相信纳达尔能够彻底康复,我觉得他会和德约科维奇开启对决的新篇章。 而他们与新生代的争夺,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开放。 伦敦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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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总决赛